決定拒絕這個職務 他連董事都吃掉 高雄市長韓國瑜吳越 在議會丟出爆炸性消息 原本屬意要讓陳建騰 當高雄港區土地開發公司總經理 這個人事案在綠營的從從阻撓下 正式宣布破局 只是這樣還不罷休 投開公司原本是港務局和高雄市府 各佔兩席董事席次 但外傳五月底 港務局卻突然多增加議席 疑似相要取得董事長及總經理的 完全主導權 過去的港市合作是兩席對兩席 自行擅自的去進行的這個 勞工董事的一個申請案 那這個就破壞了這個 我們的港市的一個一個 一個復興 高雄市都發局發現後 也立刻採取措施 六月五號撤銷土開公司執照 五天後雙方選在十號上午十一點 召開董事會 一個多小時會議 但最後沒有共識 因為互信原則被破壞了 董事名單總經理人選都要研議 原本有望要來高雄投資的大亨們 也都疑似因為卡韓的政治因素 忘之卻步 六月五號已經撤銷登記了 依法予以撤銷登記 香港的義和集團開發案 是不是被突發公司卡住 抱歉這個不方便說明 辛苦了 這是韓國瑜上任市長後 和香港信和集團主席黃志祥 會面後的畫面 外傳黃志祥對原本投資 亞灣區興趣相當高 但現在卻一點動作都沒有 都發局長以不清楚來回應 但臉上這股無奈的笑容 也似乎能看出 中央卡韓的這把戰火 越燒越烈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